上海 这个东方最大的城市 1933年的秋天 我和我的两个美国同学 克什和雷文森博士 来到这里 我们毕业于日内瓦大学 相约来到这个 东方最大的城市 是为了实现我们共同的梦想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还我都三手 委员长 这是这么回事 我们恐怕遇到游行了 游行 为什么 九月十八号是中国的国旨路 两年前的九月十八号 日本人占领了我们中国的东三省 从这一天开始 每年的这一天 我们都会举行游行示威 来抗议政府 我去看一看 海德蒙 你们不能下车 这次来抗讨 这是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同胞们 让我们团结起来 共同抗日 你们看 同胞们 让我们团结起来 我们回车上去好吗 等一下 这是民政自发起来游行的吗 据说这是共产党发动的 共产党 对 我告诉你们 你们是第一次来到上海 对中国的情况根本不了解 麻烦你们不要参与到中国的正式里面去 OK 否则会有很大麻烦的 看来我们来这里真的要冒险 我们来到开日 我们来到开日 啊 我说出什么事了 去看看 我们去看看 走我们去看看 走 走 干什么啊 哎呀 把他们抓起来 我们要抗日 我们有什么错 我们为什么不能抗日 你看这些 我们为什么不能抗日 哎 这里现在你们不能去抗日 不要进去 我们在执行公务 他们是共产党 是危险分子 政治犯 我管他什么党 只要抗日打日本人 就让好人 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呢 我们抗日有什么错 反了你们了 都给我抓起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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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云 伤员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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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先生 是学生们在为伤员们表演 我这是医院 叫你伤员先生 干什么 不许打人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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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那些伤兵现在怎么样了 咱们吃完饭一定去探望一下他们 静云 莫云 苏菲 我刚听人说 巡捕房的巡捕在慈激医院抢杀伤员了 据说当场打死了两个 还打伤了很多人 什么 看来这件事情闹大了 苏菲 我们现在去会不会有危险啊 人家打日本人的时候不怕危险 就我们的时候不怕危险 现在人家遇难了 我们倒怕危险 那还算是中国人 又是 公布巡捕房的命令 要求这里所有的伤员全部转移 队长先生 他们很多是重伤员 需要马上手术啊 我上次的命令是全部转移 哎哎哎哎 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的病人 他们会得到很好的治疗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对啊你看 他们是快自然人 必须马上接受生疏 我在说一遍 他们会得到很好治疗 他们是伤病 哎哎哎哎 杀人凶事啊 还怎么 别吵了 队长对不起 让我来啊 我来姐姐 海德姆别再吵 别再吵 别吵了 你你就是杀人凶手 海德姆 他们可是伤兵 怎么可以这么对待伤兵啊 别再给我惹事了好吗 你怎么行啊 海德姆我会接住你的 接住啊 海德姆 杀人凶手 海德姆 杀人凶手 你们就是杀人凶手 你们都是杀人凶手 你们都是杀人凶手 我求求你们喊我好啊 可我们的病人 全国 真是个让人搞不懂的国家 自己的国家让别人侵战 政府却不让自己的人民 起来反抗侵略者 这是什么什么政府 都说山海是东方最繁华的大城市 第一天上海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震惊 以后还不知会怎么样 同学们 发生在慈激医院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而且今天的报纸也刊登了消息 我们父亲大学学生会 代表全校师生 支持你们的抗日行动 同学们 今天我和我们学生会的宣传部长 宁英同学 专门来探望你们巨社的投资 希望 不要被反动派的属性 所想的 要继续宣传抗 你们要发动起全上海的动作 一起来参加我们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 好好 好 同学们 我们必须揭穿国民党 让外 比较安慰的险恶用心 唤起民众 我觉得 你们可以把 这次医院里发生的惨案 写成小话剧 到我们复兴大学来演 到上海的街头去演 把事实真相 告诉群众 以后啊 要经常到学校来 找我们来玩啊 我们一定会去的 以后 还要请洪主席 您部长 多多支持我们 指点我们呢 好啊 别叫我什么您部长 就叫您姐好了 你这个坠子可真好看啊 这个是我们老家的 我也觉得挺好看的 所以就把它带出来了 啊 苏菲 听口音 你是浙江周山人吗 对啊 我就是周山沈家门的 我的原名叫周素贞 这可真是巧极了 诶 云飞 你不也是周山人吗 苏菲 你知不知道 戴上这个翡翠坠子 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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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味着你就是洪家门大少女 洪云飞的老婆 而我呢 就是那个 叫洪云飞的大少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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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